这个女人只因输掉了比赛就被头顶上的高墙硫酸融化为血水 这部剧是近年最刺激的烧脑闯关神剧 隔壁的鱿鱼游戏在他面前就是弟弟 在这个世界里一旦失误或者拒绝参与游戏后果只有一个 原本还是繁华的闹市街头下一秒就变得空无一人 仅剩下三个矛头宅男呆呆地站在原地 正当两人陷入恐慌石一旁的小帅却觉得异常兴奋 作为游戏宅的他认为再也不用被社会压力折磨 整天996的射出太郎也似乎意识到这点 可没过多久背后的大屏幕突然亮了起来 上面写着欢迎进入游戏的玩家比赛即将开始的标语 三人对此感到非常的好奇便按着箭头的方向来到了一处大窝 接着他们按着指示来到了电梯口却丝毫没发现脚下经过红外线改移 旁边的台子上放着多部手机还写着一人一台 但这些手机也并没有信号只有几个奇怪的程序 这时手机自动识别了三人的画像开始出现游戏截止的倒计时间 正当三人感到好奇是一位大姐姐出现在身后告诉他们是游戏 黄毛急忙问大姐姐其他人到底去了哪里 但她并没有回答直接抢过了太郎的弓牌丢了出去 大姐姐告诉他们一旦进入了红外线网就无法逃出去 必须要通关游戏才能继续活下去 话音刚落远处的一个学生妹也走了过来 还没等他们阻拦就直接进了游戏区域 而这时手机播报着游戏时间报名结束 此次的游戏名字叫是生是死 难度为梅花3 几人坐上了电梯来到上面的房间后 手机开始讲解游戏的规则 并且此次房间的通过时间为两分钟 玩家需要在天使和恶魔之间选择一道正确的大门进入 还以为通关有丰厚奖金的太郎立即拿起了手机开始记录 这时小帅询问大姐姐如果选错会发生什么 可大姐姐一直躲避她的回答还随口说出答案是天使们 就当几人还没搞清楚时的底下开始冒出了阵阵浓烟 而手机也播报着这个通关时间还有最后的30秒 大姐姐一直催促的众人赶紧去打开房间 忍受不住的学生妹静直地冲向了天使们 见学生妹领了和饭大姐姐赶紧打开恶魔门走不出去 三人见状也赶紧跟了过去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这个房间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了 并且还比上一个房间的通过时间少了10秒 这时小帅开始意识到是大姐姐害死的学生妹 她一直在蛊惑大家去开门就是让别人以身是险 大姐姐见被识破也不掩藏 她直接表明要想通关游戏必须要有牺牲者去选择开门 然后排除掉错误答案 还说自己活着会比小帅三人更有价值 好家伙直接升为圣母 眼见时间所剩度多 小帅决定这次由自己去开门 但条件是下次门必须是大姐姐去开 小帅看了一下两边最后选择了恶魔之门 然而最后还是被恐惧战胜不敢尝试 此时时间只剩下最后的20秒必须赶快做出决定 黄毛见此情况果断选择了旁边的天使们 好在黄毛猜对了答案 其他人赶紧跑过去 可接下来到了大姐姐去开门的时候 自己却又损了一批 无奈的黄毛直接询问小帅是否有什么办法 毕竟玩过上千部游戏的他应该十分有经验 果不其然小帅想起了他们刚进大楼 实践到的宝马523系汽车 接着他比划了一下手掌 直接说出了答案是恶魔之门 可还没等他解释时间已经剩下最后十秒 这次的答案也验证了小帅的猜想 他告诉大家自己家里也有一辆宝马5232 他的总长是4米94 而这栋大楼的长度刚好可以摆下四辆汽车 也就是大概20米 接着他又用自己脚的程度测出了 这个房间的长度大概是6米 根据在电梯看见过大楼的逃生图可以得知整栋大楼是一个正方形 而刚刚经过房间都属于正方形 也就是说一层楼最多有9个小正方形房间组成 根据先前错误房间走的路线 小帅很快排除了两个危险的房间 那么接下来必须还得往前走 也就是恶魔之门 小帅的推断果然没错 众人瞬间有了信心 很快他们连续安全地通过了两个房间 可就在最后一个房间时本应该出现在正面的房门 却奇怪地出现在左右两边 太郎从地图上看右边是陷阱房间 那么最后的通关肯定是左边 然而就在他要开门时被小帅立马叫住 他意识到自己先前似乎看漏了什么重要信息 因为大楼的旁边并没有相邻的楼层合并 小帅想起太郎在第一个房间拍摄过视频 立即叫他给自己回看 只见他调回学妹愈害的房间 发现他的前面并没有门 也就是说女学妹所处的房间 是被分割一半的长方形 而现在右边这个天使门后应该还有一个安全房间 时间已经倒数五秒 来不及地多想的几个赶紧冲了过去 但跑在最后的太郎差一点被大火烧成大狼 最后的小房间也只有十秒钟的时间考虑 大姐姐果断选择天使门却被小帅阻拦 以他玩游戏多年的经验最后肯定是死门 然而几人逃脱了密室逃脱游戏后并没有获得自由 他们只获得了三天的休息时间 三天之内必须进行新的游戏延长存活的时间 不然就会像远处这个大叔一样 看到这里我给兄弟们推荐个好玩的 如果你很宅 又想找一个离型身材的女友 赶紧用签手吧 上面很多女生奔着结婚去的 没钱一起赚钱 没房一起租房 月薪五千也能跟他谈恋爱 而且注册就要人脸识别 完全不用担心海克斯科技 赶紧点开评论区试试吧 这是一场生死捉迷藏游戏 被抓到的玩家就会当场毙命 中途退出的玩家也会被判断为出局 小美刚来到游戏会场就看到一群人在此等候 还用高度警惕的眼神盯着她看 但她对此并不在意直接拿起了桌子上参赛手机 而此时小帅和黄毛也参加了游戏 本次游戏一共13人参加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游戏的难度为黑桃舞 一旁富有经验的帽子哥告诉众人 梅花是代表需要靠团队合作取胜 方块则是靠智力 黑桃的话需要体力 至于红星是最抓弄人心去背叛队友才能活命 此次的游戏需要玩家在大楼里躲过追杀 同时在20分钟内找出逃生的房间 否则大楼里的定时炸弹将会自动引爆 游戏将会在两分钟后开始 小帅和黄毛还不以为然在楼梯里寻找房间 而白毛最为机灵来到了最高层观看大家的情况 其他人则在不同的位置开始躲藏 随着倒计时的结束现场响起了信号的揽声 一旁的电梯开始上升到六楼 这时现场变得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高度紧张了起来 身处在六楼的小美察觉处有危险正在靠近 她赶紧从阳台边翻身跳下了五楼 而在五楼的小帅几人正一个个房间搜索逃生通道 就在他们准备前往六楼时 就看到被枪打成马蜂窝的西装男躺在了地上 小帅从转角处看去 结果看到一个带着马头拿枪的人指了过来 几人被吓得赶紧转头就跑 跑到三楼时小帅突然拉住黄毛躲到旁边的缝隙 而后面的马头人正不紧不慢地走了下去 好在暂时没有发现他们躲藏的位置 来到二楼马头人见到玩家就开始疯狂屠杀 眼睛难被吓得想退出比赛 但最后也只有毕命的下场 小帅和黄毛继续在三楼寻找通关房间 而二楼的一对姐妹因为逃跑意外摔倒 最终也被无情的马面人射杀 在三楼看着这一切的小帅和黄毛思考着有什么办法 这时马面人突然抬头望了过来 他们赶紧低头躲在下面 然而马面人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直接转身走了 反应过来的小帅猜到马面人的弱点 因为他戴着面具会阻碍眼睛的视野 也许这就是游戏通关的关键 小帅赶紧大声告诉众人马面人所在的位置和弱点 然后大家分头逐一去寻找房间 小美看到了马面人正在前往五楼 也立即告诉了众人赶紧逃离 但反应迟钝的大声还不为所动 赶过来的马面人直接将他射杀 小美通过攀爬水管跑到了六楼 此时距离游戏仅剩下八分钟的时间 现场幸存的玩家只有七名 这时鸡肉男大壮出来表示马面人也是人类 或许可以找机会偷袭将他反杀 接着他就让同伴制造声音去勾引马面人过来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大壮却并没有出手 等牺牲掉同伴后大壮立即扑了过去 但几回合就被马面人干翻在地 黄毛趁机会拿刀刺中马面人 但没想到这怪物竟有不死之身 还将一把四十米的刀噶在了黄毛的腰子上 他们不要命地跟马面人厮杀 是为了给小帅争取找到通关房间的时间 原来小帅已经猜到了正确的通关房间 在帽子哥即将开门的时候 马面人却使用远程射击 很明显这个马面人死守的房间就是关键 而在顶层一直观察的白毛也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们都只猜对了一半 小帅推开了房门走了过去 身旁的白毛赶紧跑了出去 而小帅躲进了房间里面的小房间 墙壁上面挂着两个按钮 必须要两个人同时按下才能通关 小帅赶紧在窗户告诉大家 所在的房间就是终点 多亏小美伸手不凡 只见她飞檐走壁般直奔小帅的房间 而马面人开枪打坏了门把手闯进来 就在关键时刻两人同时跳起拍下按钮 本以为通关的两人却察觉出不对劲 等马面人摘下了头套发现竟是一同参赛的玩家 这时马面人脖子上的项圈触发警报 下一秒马面人直接抱头身亡 原来这个游戏必定会有失败的一方 一旦输掉游戏就只能等死 这就是岛国最惊险刺激的闯关神剧 它的设定要比由于游戏精彩不少 而接下来小帅几人将会面临高难度的红星背叛游戏 玩家一旦带上这个项圈整场游戏就只能一个人存活 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四人本次抽到的难度为红桃7 是考验人性的躲猫猫游戏 四个人之中一人是狼 三人是羊 但规则是最终只有狼才能活下去 而羊一旦时间结束脖子的项圈就会爆炸 狼跟羊的身份可以通过对视来交换 也就意味着要躲的并不是羊而是狼 反应过来的妹子不意大喊一声吸引目光 抢过狼的身份她立即撒腿就跑 黄毛健壮赶紧追了上去 这时妹子被树枝半倒在地 很快就被追上来的黄毛控制 但她一直躲避黄毛的眼神不肯交出身份 妹子拿起一旁的石头砸在了黄毛的伤口上 然而一不小心跟黄毛对视交出了狼 妹子赶紧拿起石头对黄毛疯狂攻击 这时赶来的小帅引起他们的注意获得了狼的身份 小帅告诉大家冷静下来一起思考是否有破解答案 然而发疯的大姐姐拿起刀直接扑向小帅 小帅只好一路狂奔逃到无人的角落 作为游戏天才的她一定可以想到解开头考的办法 然而无论她怎么拆解脖子上的炸弹都牢不可破 剪断引线又怕直接引爆炸弹 最终她还是败给了人类自私和懦弱的天性 小帅痛哭流涕地跟自己的兄弟黄毛和太郎道歉 她想起往日跟兄弟发誓同生共死的日子 还畅谈着一起共创美好的未来 然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成为炮鱼 但小帅慢慢平复了心情战胜恐惧 她决定牺牲自己哪怕只能救一个人 然而无论小帅如何呼喊 黄毛和太郎都没有回忆 原来他们也做出了牺牲自我保住小帅的想法 太郎死死地拉住妹子不然他出生 而黄毛一直躲避着小帅不让他发现 随着时间的倒计时小帅在最后一刻找到了黄毛 看着这一切的小帅直接痛苦到崩溃 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兄弟死去整天日渐消沉 不忍心看着她死去的小美将小帅带回了自己的住所 在小美的开导下 她觉得要对得起自己的兄弟好好活下去 而现在两人的所剩的休息时间不多 他们即将要参加一场生与死的距离奔跑游戏 苦等两年的烧脑闯关神剧《弥留之国爱丽丝》第二季 今天终于上线 在梁平几人成功通过了第一阶段的游戏后 来到了城市寻找新谜团 很快幸存的海滨成员也看到了空中的JQK游艇来到现场 可还没等他们了解清楚一颗炮弹 就贯穿了旁边女孩的身体 随后无数的玩家纷纷倒在地上 瞬间整个城市变成了人间炼狱 梁平和小美赶紧躲在了汽车后面观察射击者的位置 而就在这时挂着黑桃K的游艇从他们头顶上方飞过 很显然代表黑桃K的死亡游戏已经悄然开始了 随后一名身穿黑衣的屠杀者从街头的远处走了出来 而凡是被屠杀者看见的人都会被他无情地杀害 就在这时龙田及时开车赶了过来成功接走梁平 可白毛在即将上车时却被旁边的手榴弹拿了下来 无奈之下大队只能先抛下白毛先行离开 冷静下来后的梁平猜测刚刚的屠杀者是代表黑桃K的管理人 每一场游戏必须打败管理人才能拿下这张卡牌 此前他们已经收集了40张卡牌 只要再拿下JQK或许能离开游戏世界 话音刚落屠杀者就枪杀了后面的汽车玩家追上了梁平几人 就在这时安姐接管了汽车的方向盘加祖玛丽的狂奔 而身后的屠杀者开始掏出了冲冲枪对着他们扫射 就在关键时刻汽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整辆车翻了过来 等几人刚爬出来后身后的屠杀者又开始疯狂地扫射群众 梁平和小美四人先躲进了一栋大楼逃生寻找对侧 泳装妹和帽子哥来到了地下车库找到了一辆全新的柴油车 而梁平和小美在超市寻找粮食保存体力 到了第二天梁平分析出此次阶段的游戏规则 城市的上空被多艘代表不同花色的游艇分割 而每一张卡牌就代表了一场游戏和一个buff 梁平清楚知道每场游戏之间是不会互相干扰的 所以如果要躲避黑桃K屠杀者的攻击 那么他们必须去参加新的游戏 于是他们投票决定去海滨参加代表梅花K的游戏 因为梅花代表的是团队或许胜算会更大一些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威胁 很快四人就开车来到了游戏的会场 但此场游戏必须有五个玩家才能进行 而就在这时尚一季还未死去的刀疤哥出来加入了队伍 整个游戏会场都被集装箱围了起来 就在这时代表梅花K的五名管理人从旁边走了过来 而这场游戏将会是一场生死触碰游戏 一旦被对方触碰到那么就会被激光贯穿往来 这个女孩只是猜错了花色脖子的项圈就发生了爆炸身亡 在这个房间里每个人都要在脖子上佩戴一个有花色的项圈 每过一个小时必须达出项圈后的扑克牌花色才可以活下来 而成功通关一轮后花色就会重新筛选出新的图案 因为在这里没有镜子并且也无法看到自己后面的花色 所以寻找一个可靠的队友互相告知才是通关的关键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却非常的考验人心 因为在20个人当中隐藏着红桃剧将会捕获其他的玩家 一旦被队友欺骗那最后也只有死亡的下场 而游戏的规则就是找出隐藏在玩家中的红桃剧即可结束 这是一位丸子头妹子率先提出组成小团队一起告知花色 为了活下去几人也是纷纷加入了他的团队 随后每个人轮流展示自己的花色并让大火确保屋 很快第一轮结束大家全部都活了下来 第二轮丸子妹的团队准备重复上一次的操作 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样循环下去何时才能通关游戏 就在这时一名格子男被他的同伴光头殴打逼迫他说出自己的花色 看着倒地的格子男旁边的蓝毛悄悄跟他说 在光头的又一次威胁下格子男告知了他身后是梅花的图案 可大伙都知道光头身后的图案其实是方格却并没有人出声 这时丸子妹见格子男可怜也将他邀请进入了自己的团队 很快第二轮的时间结束后所有人开始进入了房间验证 而光头果不其然也成为了第一个被淘汰的玩家 大家出来后玩姊妹开始指认格子男就是红星卷 并且让大家在这一轮将他淘汰 于是丸子妹在大家面前告知了格子男他这轮是黑头 而小团队的众人也是纷纷点头欺骗了他 实际上格子男这轮身后的图案其实是红桃 等格子男死后大家才发现游戏还在进行 很快丸子妹又把目标转向了黄一妹子 因为在上一轮他试图想阻止大家杀掉格子男 就这样丸子妹又在大伙面前欺骗了黄一妹 此时队里的红姑开始对丸子妹的团队不抱信任 虽然大伙都告诉了他身后是红星当红姑还是偷偷询问了其他人 而互不相识的路人却告诉了红姑他的花色是梅花 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个被淘汰 大家的心里都开始紧张了起来 过度紧张的大叔误将丸子妹的红桃说成了方块 而这也让丸子妹开始记恨决定要除掉大叔 但此时大叔也已经忍受不了丸子妹的作风想除掉他 团队里剩下的两名队友无法做出选择决定将他们俩人都除掉 就这样触犯自相残杀的小团队彻底瓦解 而目前场上只剩下最后的六名玩家都是双人组队 但没想到白毛的队友阿伟也顶不住了压力 在这一轮阿伟选择了放弃回答自杀身亡 而现在没有队友的白毛又该如何安全度过下一轮的游戏 接下来红桃剧必定会出手来蛊惑其他的成员分离 白毛为了活下去只能寻找另外两组的成员挑拨理解 白毛在临时间单独找到灰衣男 并说出其搭档蓝毛曾经是个杀人犯 还断定蓝毛很有可能就是红桃剧 这样对灰衣男现在的处境就会非常的危险 只要灰衣男跟白毛合作那么就可以测出蓝毛有没有说谎 然而灰衣男并不信任白毛还故意骗他的项圈是红桃 随后就跑回去找到灰衣男 随后就跑回去找到自己的搭档蓝毛 并把红桃剧的名分扣在了白毛上 与此同时另一对小情侣也猜测蓝毛很有可能是红桃剧 很快等卷姐来到实物间时白毛顾忌重诗询问他自己的花色 白毛想让卷姐确认一下灰衣男说的话是否正确 但没想到卷姐也心生忌惮并没有告诉白毛图案 随后时间来到了最后的十分钟两对搭档重新汇合互报花色 这次灰衣男和卷姐却故意报错自己队友的图案 这次灰衣男和卷姐却故意报错自己队友的图案 时间来到最后一秒 一声爆炸声后灰衣男第一个走出了房间 此刻他还以为自己已经是最后的赢家 可没想到这是白毛竟推开了小房间的大门 随后蓝毛和大叔也先后走了出来 唯独死去的只有卷姐 原来灰衣男和卷姐一直私下用临时间的四种饼干来做信息交换 而灰衣男想在这一轮一次性除掉所有的玩家 可没想到这一招早就被白毛看在了眼里 这也导致了卷姐明明知道了正确答案却被灰衣男害死 而这也证实了灰衣男就是本场游戏的红星剧 随后大叔和蓝毛将灰衣男控制在小房间 最终逼迫他放弃投票新一轮的图案结束了比赛 白毛走出了游戏会场后看到代表红桃剧的游艇发生了爆炸 而接下来还有更危险的天庭比赛 一旦输掉比赛将会被高强度的硫酸融化为血水 在这个房间里五个人被捆绑在椅子上无法动弹 玩家需要在0至10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 随后系统通过这些数字的平均值再乘于0.8得出一个答案 只要选的数字最接近这个答案的就是赢家 而一旦输掉了十个回合头顶装满硫酸的天平就会发生清闲 由于没有经验第一轮大家都随意挑选了一个数字 等结果出来后坐在正中央的眼镜男赢下了第一场的游戏 到了第二轮旁边的大叔就开始推敲游戏的规则 如果大家都挑选相同的数字 那么取平均之后再乘0.8数字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游戏的通关条件就是必须要先猜到其他玩家挑选的数字 很快第二轮的时间结束后大家都挑选了比上一轮小的数字 而这一次还是眼镜男获得了本轮的胜利 到了第三轮所有人都挑选了更小的数字 反而一旁的白毛却直接选择了100 碰巧最终得出的答案让卷毛女赢下了一份 原来白毛为了混搅大家的思维故意选了一个必输的数字 这样大大提升了游戏的难度 经过几轮的比赛后现场开始出现了两位负9分的玩家 此时两人的心态都已经崩溃让他们无法判断出正确的答案 很快第十轮结果出来后 两人头顶的硫酸已经注满了天平 现场只剩下了三人存活游戏再次增加了两条规则 当有两名玩家挑选一样的数字时 本轮将会无效并且相同者还会扣一分 第二条规则是接下来输家将一次扣掉两分 新一轮比赛开始后三人都意外选到了数字0 这也导致了白毛成为了场上负9分的玩家 但没想到在下一秒白毛成功选出了一个正确答案获得了胜利 原来在这轮里白毛猜出了卷毛女的答案 如果卷毛女想要赢下白毛 那么他必定不会选一个跟他们相同的答案 前半から数字を選ぶと考えたくない でもあの二人が被れば勝つ可能性はあると思ったから だから前半は避けたんでしょう せっかく逃げるなら遠くに逃げたくなるのが心情ってやつだよね かといって90から100あたりは極端的気持ちがある だからこれも避けようか ゾロ目も誰もが思いつく数字 だからこれも避けよう 60とか70とか霧のいい数字も同様 人が突っさに思い込むためによく使われる数字 いわゆる嘘の子三八もない 素数もあつそうか だんだん見えてきた あとは日常生活で見慣れた容易に連想抜ける数字 ゲーム機のネーミング 映画のタイトル ブランドのロゴ そうやって残るのは62、74のどちらか ここいらが限界? あとはまあ うんだらね 经过一系列的排除后 白毛最終猜到卷毛女会選62或者74 而这一次白毛赌对了卷毛女的心理会選擇62 赢下了这一名 就这样卷毛女成为了第三位被淘汰的玩家 現場剩下两人后 游戏再次新增了一条规则 只要有人选0内选100的就是赢家 这一下子就将规则的公平性拉回了双方平等 但目前白毛只剩下一次的机会 除非他一直选择100而眼镜男一直选0才能赢下比赛 而碰巧的是白毛在这一刻看出了眼镜男的身份 原来在现实世界眼镜男曾经是一位公平正义的律师 但在现实生活被黑暗前全他埋没了自己的正义 所以他来到了游戏世界当起方块配的boss维持生命的意义 可万万没想到白毛直接亮出了自己选100的答案 他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眼镜男来做选择 意外的是眼镜男在接下来的几个回合里都选择了0 很快双方的比分都来到了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而白毛依旧选出了100让眼镜男做选择 这一刻眼镜男明白了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最终白毛赢下了这次游戏的胜利 另一边梁婷和小美为了破解卡牌参与了黑桃Q游戏 但没想到最终献祭的竟是一个12岁小孩 这个女孩被迫参与了一场生死体力逃亡的游戏 玩家必须在足球会场崩塌之前逃出去才能通关 这时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地面就开始发生剧烈抖动 意识到不对劲的花妹赶紧往门口一路狂奔 下一秒身后的地板涌出了大量沸腾的洪水 跑得慢的玩家瞬间被弹起的巨石吞没 而花妹也最终没来得及逃亡被埋进了废墟当中 等她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的大腿被钢条贯穿 看着旁边沸腾的蒸汽花妹忍着剧痛将腿扒了出来 随后顺着通风管道爬到外围发现地面已经变成了深渊 为了活下去花妹果断从悬崖跳进了水里逃生 她好不容易来到了一家医院向医生求救 可没想到在这个游戏世界任何物质都没有作用 唯独花妹的容颜才满足了男医生的要求最后捡回一命 失去一条腿的花妹装上了甲子在游戏丛林里生存 而这天意外遇到了昏迷倒地的男主梁平 在几天前梁平和小美通关了梅花Q的游戏后来到一个村庄 发现现场的玩家都被人残忍地杀害 他们在汽车里找到了一位摄影师记录了游戏世界的胶卷 在影像当中意外发现了走失的好友安小姐 而就在一个女孩说出自己怎么来到游戏世界时就被人一枪爆头 紧接着代表黑桃K的boss就对现场的人无情屠杀 就在这时车外传来一响他们才看到空中的黑桃K游艇飘了过来 梁平和小美刚从车上出来就遭遇到黑桃K屠杀者的设计 突然小美意外摔倒在地上 梁平赶紧冲出去吸引黑桃K的注意 可在逃跑路上梁平撞到了树上的木棍昏迷了过去 等他醒来后才发现是花妹和好友素国救下了自己 到了第二天梁平几人带上武器准备策划杀掉黑桃K拿下卡牌 他们在黑桃K出没的地方埋下陷阱准备今晚将他击杀 可惜他们完全低估了黑桃K的反裂杀能力 黑桃K通过夜视仪看到了梁平的位置并且发现了脚下的陷阱 这时素国向空中发起了信号弹然后开枪击中黑桃K 可没想到黑桃K毫发无损站了起来跟他们展开枪斗 而梁平为了躲避炸弹纵身跳进了悬崖底下的河塘 花妹在危机关头扑倒素国滚下草丛躲避了黑桃K的抓捕 醒过来后的梁平跟花妹他们失去了联系 她独自一人走到城市看到繁华的大楼都长满了青藤 梁平来到了黑桃K的游戏会场意外找到了小美也参与了游戏 原来小美看黄衣小孩的签证即将到期便带着她通关游戏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本轮游戏被选为献祭的人正是黄衣小孩 在现场的所有人都将会被分为两队进行比赛 一队是由黑桃K白衣女士带领的红队 而另一队则是由黄衣小孩带领的蓝队 比赛将会进行16个回合 在每个回合里限15分钟去触碰对方背后的按据 一旦被按到的玩家在下一轮就会成为对方的成员 5分钟过后两队的攻防进行交换 等打满16个回合后最终输掉的玩家和队长将会被激光处死 很快第一轮比赛开始蓝队的玩家立即疯狂逃窜 然而黑桃Q凭借着灵敏的身法很快就抓捕到了不少的玩家 到了第二回合梁平安排队友准备进行反击 可没想到黑桃Q又冲了出来拦截了蓝队的玩家 在几个回合过后蓝队仅剩的玩家就只剩下了四人 此时变成红队的玩家都开始意识到跟着黑桃Q反而不会死 然而黑桃Q还并不满足 他想抓到梁平成为他的队人 很快所有人开始寻找梁平的位置 小美赶紧带着梁平躲到了底层进行埋伏 等到蓝队进行进攻时小美冲了出去成功按下了三人的按钮 然而现在被拉回来的人只想苟活在游戏世界 小美告诉他们活在游戏世界迟早都是死路一条 只有打败所有的游戏卡牌回到自己的现实世界才有希望 最终几人也是被小美的恳求打动决定一起救回其他玩家 然而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回合的时间 他们要救回五人才能获胜 到了15个回合黑桃Q召集了红队围捕梁平 他们将梁平都围攻到了顶层的死路 但这时梁平拉起旁边的铁链从上面跳了出去 碰巧这一轮的时间结束 小美赶紧对上方的人进行围攻 就这样短短五分钟的时间 他们成功将所有人都救了回来 虽然梁平成功救下了小孩但黑桃Q作为队长 还是要面对死亡 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输掉的玩家都要接受惩罚 黑桃Q告诉梁平等通过了所有的游戏 就会知道游戏世界的答案 我希望能回到最后自由 再见 与此同时白毛和泳装妹也相继通过了方块K和其他卡牌的游戏 而现在只剩下黑桃K和红星Q这两场游戏 梁平寻着游艇的方向来到了附近的游戏会场 很快黑桃K得知了大量的玩家聚集在附近立即又开始进行屠杀 在逃跑的人群中梁平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安小姐和泳装妹 此时玩家们为了通关都开始反击黑桃K 只见一名男人开车冲向黑桃K然后引闸了邮箱 可没想到黑桃K根本死不掉又开始枪杀附近的玩家 素博和花妹找到了梁平几人后开始商量对策猎杀黑桃K 他们安排了梁平去旁边的药店制造安器埋下炸弹 而其他人作为诱饵去负责吸引黑桃K到药店里 就这样一场真正的搏杀游戏正式开始 几人将黑桃K吸引到了巷子里后对他进行围剿 可奈何黑桃K的武力爆表几人的围攻都对他造不成伤害 就在黑桃K准备拿起枪狙击击素博使花妹冲了出来挡下了子弹 素博看着心爱的花妹惨死在地上冲了上去跟黑桃K肉骨 然而这时黑桃K拿起了手枪打中了素博的肩膀 素博直哭了过去用手指一点点按掉了弹夹上的子弹 这时泳装妹冲了过来扑倒黑桃K 可却被她拿起了匕首狠狠地扎在了腰上 小美也扑了过来帮忙也被黑桃K扎上了大头 素博趁机捡起地上的手枪装好子弹 梁平布置好了炸药房冲了出来看到队友全都倒在地上 他故意激怒黑桃K吸引他来到药房 但静体的黑桃K却并没有直接打开大门走进来 好在还未死去的素博将黑桃K扑了进来将他按在地上 一场爆炸后黑桃K已经被炸得无法动弹 争命的最后一刻他把手枪交给素博让他处决自己 就此代表黑桃K的游戏会场终于结束 而最后一场红桃K的使命交到了梁平的手中 ようこそ 最後のゲーム会場へ